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是还有立委蒋万安呢 今天凌晨他在脸书发文力挺香港的民众 大赞香港的学生年轻人都非常勇敢 无惧港警的强力镇压 他呢献上最高敬意 同时也强调在台湾一国两制是没有存在空间的 好此贴文一出哦 网友立刻去洗版 说好险哦国民党有人醒着 还有人问蒋万安真的不考虑退党吗 那说到了香港 我们就来看看香港反送中 示威运动真的越演越烈 昨天晚间甚至有民众看到 一名穿着黑衣的男子倒卧在地上 双手骨折胸口附近也有大量血迹 而紧急送医抢救还是伤众不治 甚至还有15名 15岁的这个学生被警察丢了一个催泪弹 而且是急中头部 那么也撸骨骨折 现在是命违状态 好那再来看看第四个新闻哦 现在很多人在关注的是少子化 那到底把一个孩子从baby养到成人要花多少钱呢 有人就进行试算 发现从保姆托育啦 然后呢到各个阶段的学费 幼稚园小学国中高中大学 哇算一算至少200万 这当中还不包括你可能送他去补习 或是学才艺 或是帮他保险等等 总之呢育儿开销只会更多 不会少于200万 好那再来看看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 已经宣布要参选2020总统 副手呢找来广告教母余湘 那就问到余湘为什么会答应当副手 他就说他是被宋楚瑜的政见打动了 这十大政见呢不是虚无缥缈 也不是不着边际的空谈 而是有血有肉的政见 所以他愿意跟宋楚瑜一起努力 好本日清选新闻马上关注的是 国民党不分区提名名单 第八名居然是排前立委邱毅 跌破众人眼镜 但是呢有网友马上挖出邱毅 今年在10月1号 中国国庆的时候 在微博发文祝贺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 哇这名单太扯了 国民党现在难道连演都不演了吗 那听到邱毅排第八 我们看看台北市长柯文哲反应如何 让你怎么看国民党不分区提名 邱毅越在第八 邱毅 台北市长柯文哲都惊呆了 蓝军把邱毅排部分区第八名 国民党自家人直接提问 可以不要吗 出现在名单当中会让大家有点傻眼吓一跳 把它放进来的话 那国民党是要改名字了吗 要改成比如说统促党 还是说改成其他跟比较集统 我个人觉得应该会有更合适的 特别是我们有很多这个原住民 或者是我们很多的亲住民 我觉得比更合适放在这个安全名单当中 真的是对于邱毅这个位置 邱毅的亲中争议让国民党不少党员忙着切割 就怕跟着部分区名单自己选民也跑光 网路上更是骂声一片 讽刺的是邱毅列部分区立委的消息 在中国赞声连连 他在今日头条专业粉丝多达570万 中国网友称赞 邱毅可以叱咤台湾政坛 节目分析透彻很支持 深受爱戴是个人才 甚至还有人支持邱毅进军2024总统大选 李敖的儿子李勘虽然也主张统一 但他在脸书发文 痛批大陆国台办把邱毅这种人 当作主流名义的样板台胞 欺上瞒下 导致两岸误解越来越深 一发不可收拾 邱毅曾经问证犀利专门揭闭 现在大肆宣扬统一和台湾价值 背道而驰 台湾大陆两样情 但真正握有选票的在这里 三立新闻李正道许敏娟 台北采访报道